说到冰淇淋 大家都觉得带一点洋味 但事实上它最初源自中国古代的冰烙 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冰与奶酪相组的冷饮甜品 苏珊 它算得上最原始的冰淇淋 据文献记载 苏珊是由苏油和冰沙制作而成 最下面铺的是冰 上面覆盖的是苏 我们现在做苏油 秦宁要素里说到 苏油是从奶瓶里提取出来的织法 今天我们用的就是古代的烹苏法 到二分之一的用牛奶用浊冰中 并且密封好 用力向下左右油耗 大概半个小时会有脂肪团出现 在冰水里洗掉杂质 再导成油滑细腻的苏油备用 荔枝在古市场安是男人的美食 果如荔枝和冰块一同打碎成细腻的荔枝冰沙 冰沙中涌入了荔枝的清甜 而苏珊最最远灵魂的就是点酥 好为点酥 王丽阳在苏和三副中就要记载 把苏加到近乎融化 让苏在滴露过程中形成造型 最后点缀上红花与彩树 使得这栗枝树山更加旋律多姿 所以谁说唐朝都是豪迈风了 这一份树山甜点也体现着唐朝员的精致生活 与风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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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